早上 我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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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五分鐘就要到了 迎接我的馬漢全息都準備好了嗎 我叫 費啟明 剛入行一年不到的一個 新生的一個演員 来了 哈喽 你这都忙活上了 对 我在坐着呢 麻烦前席啊 我是谢南 我是主持人 我也是女儿 是妻子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见面里 这是游戏机 游戏机 那我先放着 然后我接着把剩余的菜 给做完 哇 飞飞 你这球鞋可以啊 还好吧 我就特别喜欢鞋 飞飞她穿的就是格子衫 是有多爱格子 这是你的保留菜品 是不是 保留菜品是凶狮鸡蛋 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道 我自己收到了家里人的好评那一道菜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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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吗 还可以的 我们家无所谓的超级爱秀 是不是 我刚刚刚看你有画错 我想说 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如果碰上有意思的场景 其实你是可以画下来的 对不对 一会儿可以画下咋俩今天的这一桌 然后就当一个开始嘛 当一个开端 对吧 当封面 然后封面打开之后 每一页就是我每一期的 不同来的人 不同来的嘉宾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 你知道我原来一开始当主持人的时候 你每天跟不同的人聊天 你会去了解他的人生经历 就会觉得其实你是跟着他们去了很多地方的 我来熟悉的味道也是希望 就是能找回这种感觉 就像娇欣的朋友 他才会跟你说一些自己的心里话 你才会知道他的故事 听别人的故事就很能够让自己一个检讨 自己一个反省 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去到 有他们回忆的地方 看到跟他有联系的这些味道 比如说一道菜 我觉得味道 我觉得绝对是有记忆的 你为什么喜欢吃一道菜 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吃一道菜 我觉得肯定是有故事在 你是要画我们刚才吃饭的那个状态吗 不 就是我们两个的卡通人 我看 可爱的 后面那些跳广场舞的人是 十二个小人啊 可能就是我一个人 喂 嗨 南哥 我费费 到了 我到大连了 我说小猪猪在酒店等你 好 我马上就到 快来 我马上就到了 嗨 你吃饭了吗 我还没 但我给你带了点咖啡 哦 谢谢 对 师傅 咱去那个边海东路220号 谢谢 冰海东路是在海边吗 就在海边 你可以坐在屋子里 就能直接看到旁边的海 你去过 去过 你去干啥 我去吃饭 那我跟那谁说一声 好 喂 亲 你的外卖到了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给你找了一个 特别好的地方 我们碰面 特别适合你的亲 你没搞事了 是冰海东路220号 冰海东路220号 我们就先过去等你了 这个景色还可以啊 对 就是有一种海天的感觉 海天已经冠名四季了 依然是亿万家庭 熟悉和信赖的味道 你用大电话跟他叫 我们订购的酱油 已经送到了门口了 好 嗯 嗯 它不是电话 对啊 你好 我能坐这儿吗 你好 我能坐这儿吗 你好 女生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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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乃亮 中国内地实力派影视男影员 因主演《当婆婆遇上妈》 《最美的时光》 等快智人口的影视作品 深受观众喜爱 入行17年来 贾乃亮始终不忘初心 坚持努力 历经岁月沉淀后 贾乃亮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哈喽 哈喽 男一神 男一神 别 别这么说 贝贝 第一次见面啊 你好 你好 坐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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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准备好了位置 无所谓 挺好的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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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得问两个 除了无所谓 还有吴律同学 我们家现在是两个 刚才我们俩路上问的 说你为什么要选大连啊 他是回大连录节目 你不是哈尔滨人吗 两个 因为大连有我 特别特别生命中重要的人啊 所以我这一期 选择来这个地方的人 什么样的人 你都给我说得好奇了 特别特别重要的人 是我的姥姥姥爷 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早 然后呢 家里就有一个独苗 就是他们一直宠着我 后来他们去世早之后呢 因为一次机会 考学的时候 然后过来这边复习 接受了姥姥姥爷 考学复习 你是高考的那个时候 我是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嘛 专业课已经过了 然后就是文化课了 姥姥姥爷的大闺女呢 就叫李姥 大姥 这个大姥呢 其实就是我的文化老师 对 然后我来的时候呢 是在大姥家复习文化课 17岁时候什么样啊 叛逆黄毛 那个时候染个黄头发 我妈说你别这样 说在那个时候 越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越干什么 那你要那么叛逆的话 你跟老人家能相处得好吗 就他们讲话你会听吗 刚开始来的时候 大姨就是因为是文化人嘛 来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都是 很有规矩的一般这种家里 对 特别特别拘谨 这个也不敢摸 那个也不敢动 但是没想到第一天来的时候 家里人对我特别地热情 首先给我的感觉是 这个姥姥特别地祥和可爱 见着就跟见着自己的大孙子似的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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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感觉特别地温暖 一点没有陌生感 没有 正当我感觉特别温暖的时候 姥爷出现了 这老头 就整个脸特别严肃 我说完了 我说这老爷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这么感觉 后来发现接触下来 老爷嘴上不说话 特别倔 但总是给我夹菜 你吃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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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就感觉现在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特别会关心别人 老爷特别地有心 就可能背地里 给我妈打电话了 说这孩子不爱吃饭呢 这种长身体的时候 我妈妈说 可这孩子爱吃我做的红烧鲤鱼 后来老爷就经常 给我妈打电话说 这鱼怎么做 然后怎么调味 有一天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 我在走廊里 我就已经闻到了那个 是我妈来了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然后我就觉得 肯定是我妈来了 发现老爷端了一条鱼 慢慢地就走了出来 端在这儿 我说老爷 你去怎么做出这个味道的 我老爷说 你别管了 就给妈打电话来着 又是轻描淡写的 但其实背后用了很多心思在 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把头部就染回来了 所以其实你也是用心在对待他们的 那这次来大连 你想让我们帮你完成什么心愿吗 有没有 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 因为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 我在补课的这两个多月里面 为老爷过了一次生日 家里人说老爷已经很久 没有那么开心过了 就是你十七岁的时候 你在他们家住的时候 给老爷过过一次生 过过一次生 你策划的吗 还是 我没策划 不是我策划的 但是呢 就是我给老爷唱了首歌 唱了生日歌什么的 然后是帮着忙前忙后的 老爷呢就觉得家里 哎呀有一个大孙子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把我从心里觉得 我是一个自己家大孙子这样对待 然后从头就乐到尾 那种感觉 然后压也没几颗了 你知道 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 想在四月二十八号这一天 能让我在亲手为老爷 过一个生日 给他准了一个蛋糕 一个礼物 那就是明天呀 所以你是特意安排好的 是的 除了菜 我想亲手给 给他们做一个手工的礼物 希望能够永久地留作一个纪念 那得找一个手工店 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看起来的时候 就能想起那个温暖的画面 我们有一个海天惊喜酿造书 需要亮亮把心愿写在上面 那家里面其他人知道你回来吗 都不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我们要好好谋划一下 咱们先试菜 先试一下菜吧 准备礼物好不好 好啊 那咱们就出发 好啊 徐美食者在咖啡厅 与假奶量相聚之后 三人出发 前去菜市场 采购接下来试菜的食材 海鲜往前 左边是淡水 凉油 先买 要先买蔬菜吧 这颗浆还行 你好 老浆好还是新浆好 这个是干浆 干浆是最好的了 如果做鱼呢 做鱼就用这个浆 多少钱 六块 你找一块吧 这个行 这个吗 两块 先来两块就够了 葱一颗 蒜 蒜两头 谢谢 你这是要送我们吗 你们都装在一起了 他俩是一个价钱 一个价钱 一个价钱 干嘛呢 怎么让人家送呢 香菜没来 还有什么 花椒大料 花椒大料不是在这儿 天哪 那是蚕蛹吗 对 蚕蛹 不是怎么 你不吃蚕蛹 他这个凉菜特别好吃 不是 我主要是不敢下蟹男 我怕金哥揍我 你知道吗 这会功夫的人 就是不一样 你的这个是还会冻的 对 它得动 你过来看一看 它这里边 你看 试一下 你家没吃过蚕蛹 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好吧 好吧 这有香菜 是吧 这有香菜吗 这不是香菜吗 长得不像香菜吗 这是芹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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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香菜 香菜就是香菜 谢谢 香菜 姜 蒜 是吧 那鱼该不该就买了吗 鱼买 鱼买 往这边走 这边全是 我想买点鲤鱼 拿二斤左右的就可以了 对 咱捞一条看看吧 二斤多是多大的 二斤多 有的 这个有点小 这个小 这还小 这还小 这个有点小 这多少 不是 太小了 先放了你 这个鱼我发现它好像就 相信自己你可以 就活泼了 是不是 对不起了 那咱量量看看这个吧 来 乘乘看 多少钱这个鱼 多少钱 三十 三十 够吗 你别亏本了 够了 那谢谢 谢谢 我们要做红烧 红烧鲤鱼 海天 金标生抽海天的 烤菇老抽 花椒多来点 盐 在这呢 盐 糖 都有了 都有了 你买卖啥 我不着急 你哪还装的 装喝的 我钱 您装喝的吗 我网店的 你看那北赛石吗 多像 你是网房店的 对啊 你们要一下再选 我去看老爷 姥姥 你给我欠个面包的钱 要钱 没问题 我太谢谢你 来 我来吧 你俩先别着急拿东西钱了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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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我就不要了 多少钱了 这样你不收他的钱 你收他的钱 多少钱 多少钱 什么都忘了 你坐下单了 忘了 桃油 料酒 白糖 然后花椒大料 多少钱一个 六十七百五 够了 别再丢人 老板 62行不行 行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五块钱不用找了 让你再随便给我拿点什么 钱不够 不是 咱们不够 不是 咱们不够 反借人家不快 我就不用了 他俩不好意思还价 我靠家庭主妇来 好 还差多少钱 五块 好 谢谢老板 好 谢谢大哥再见 我来吧 没事 我要到这吃做吗 对 我太不好意思 本来厨艺不怎么样 有点浪费人家的后厨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地方 这也阵仗太大了 很专业是不是 我不配在这做吃菜 条件都给你准备得特别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你的表现了 咱先把东西拿出来 我先洗鱼 行 我来吧 还是鱼我来吧 这个我来吧 你就放那儿就行 得把水沾沾 不然你一会儿 你第一步要怎么做 这鱼就可以了 不用抹点盐 腌一腌吗 这个不用 这个现在先不用 这鱼就这样就行 其实你是会做鱼的是吧 我 偶尔会做 那么今天你有福气了 为什么呢 你将会做到东北人最爱吃的红烧里 怎么是南哥做了呢 对 我也觉得 我教你 好好好 我教你回头你可以给金哥做 对不对 好嘞 你做菜之前要问你个事 你看 这个叫海天金标生虫 然后呢 这儿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草菇老抽 对 海天草菇老抽 现在就要请问您了 生虫跟老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刚出生 一个老了 海天金标生虫炒菜 香 海天的草菇老抽 它就是上色红 对 上色 得上色 你先从第一步开始吧 让油跟鱼的接触开始 厨房中的战狼出现了 开下盖 这么透明吗 这个 没看出来 不要因为是给老爷做 你就紧张 这是要拿油熬汤吗 没有 没有 就放心吧 这个鱼不用拉两刀吗 不用拉两刀吗 你怎么不处理呢 怪我 我要来拉两刀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拉的 它斜着拉这样 这样的话它就是脆一点 你知道 我刚悟出来的 这个是 来吧 试试吧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试菜 打胆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吧 来了 你觉得行就行 好的 你觉得行就行 来了 瞬间消失 来了 月月 好 没事 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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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 小心 小心 没事 没事 对 需要把它砸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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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好朋友 他是一个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厨师 我就想着说 是不是一旦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可以请教一下他 后背力量 我看看啊 不知道他在不在忙 嗨 谷师傅 嗨 谷师傅 谷师傅好 亮哥和南哥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红烧鲤鱼 给它砸手吗 还是 两边 现在它鸡黄饰 鸡黄饰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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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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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里就那么大 他总是用那一个背影 但是我感觉就是那个背影 特别可爱 像老头不高 孙子板特别好 就这样 赶紧做 赶紧吃 然后还经常劝我呢 学什么呀 累就不学了 然后今年考不上 明年再考 我觉得我自己得争气 我能把学校考上 就对那么最大的报答 我尝尝这鱼的味道怎么样的 感受一下 你尝尝汤 就是我要的这个味 我成功了 好了 太好了 你现在回忆就是 老爷当年给你做这个鱼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就还有一种亲人的味道 家的味道 因为我们做鱼家里呢 我妈愿意放一些糖 那后来老爷才发现 以前做鱼 你怎么会多放那么多糖呢 他从前做鱼 他是不怎么放 不怎么放糖 不怎么放糖呢 所以一直调不出来 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味道 所以说到糖的时候 这个 放糖 放一勺糖 对 现在就放进去 对 现在就放进去 有的时候家族记忆的那种传递 真的是跟味道有关系 就可能是妈妈的一道菜 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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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传下去 就是会变成你们家的一个味觉记忆 咱们时间是不是差很多了 时间到了 来吧 准备出锅试吃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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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慢一点 你看啊 顺便溜 坤叔 雨伞了赖你啊 来了 来了 好嘞 漂亮 你先感觉怎么样 然后我再感觉 我跟菲菲肯定都尝 但我觉得第一个得你来 第一口 第一口 你先来 我不敢尝 你先来 你俩先来 蘸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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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俩说话呀 你俩不好吃啊 好吃的 有酱香 好吃 你相信我 好吃 真的 可以烧给老爷吃了 是不是 好 来 让我们就出发 好 去手工练啊 走 走吧 老板 好 欢迎你 我已经还没看见了 老板好 这都是你们手工做的吧 对对对 所有展示的东西 对对对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是可以做各种手工的 我给您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这边是拼豆 这边是补梦网 寓意是捕住你这种好的梦 把那个坏的梦 就给它隔离在外面 这边是 这边是永生花 永生花的贴画 然后您看一下这个里面 我喜欢这个工艺 做蛋糕的 对 太好了 我又可以做蛋糕 然后同时又可以做手工 这蛋糕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对 可以自己设计 是这样的 就想送给老爷一个生日礼物 那这个礼物呢 是想我想呈现一个当年 对我来说印象中非常深刻 而且有意义的一个场景 希望能够一直就是保存下去 这样的话它不会坏 然后放到老爷的床头啊 或者什么地方 是这样子的 如果您这个需求的话 我觉得做软桃可能更适合您 软桃 对这个区域 你可以看一下 陶瓷不是那什么的吗 都是硬的吗 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一个软桃区 这个是我们的软桃老师 刘老师 你好 刘老师好 刘老师好 请坐 请坐 我是这样 我想给那个许久未见的老爷 他快过生日了 想亲自手工做一个 就是我姥姥姥爷 然后有的时候 还有那个姥姥姥爷的外孙女 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因为这个场景 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你时间上有要求吗 紧不紧 还好 主要是能赶上老爷的生日 老爷生日哪一天 明天 祝咱老爷生日快乐 时间景任务重是不是 体会到了吧 这个呢 推荐这种立体画 立体画 立体效果也很强 那您给我们画一个设计图 就是让能看到说 我们到底是要做出来 是个什么样 其实气氛很重要 吃饭嘛 大家都吃饭 但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那个气氛那个场景 家常小厨 家常小厨 但是总感觉就是 我爷爷的背影 奶奶的这个慈祥的这个笑容 我觉得挺打动我的 嗯 在这里能实现吗 爷爷的背影和奶奶的笑容 那还有家里的味道呢 我要再给你拍完 给你开玩笑了 我自己都没认为了 难到了 我以为难不到你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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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心都出好了 其实我也能做到的 你要给你恋爱 我画给草图 我画给草图 我们按照这个草图 我画给草图 我来做姥爷 那都被我捏成啥样了 不许笑我 花花 我这是凭我的印象 我画谁 你这样 我给你跟姥姥的感受 姥姥头发这么长 卷头发 戴眼镜吗 戴眼镜 高鼻梁 脸粉红的 气色特别好 小女孩长什么样 长头发挺瘦的 穿了个红色衣服 我画个姥爷 姥爷是长了一对长寿眉是吗 对 就是那种 往上挑的那种眉吗 对 然后眉尾长长的 就这样 眼睛呢 大眼睛 很严肃 那也不能让他生气 他不是生气 他就这样 威严感 威严感 牙画 不是 这个跟我想象中不是那么回事 我做出来的小姑娘是这个样子 你就好可 挺好的 好看 小姑娘就按这个 快看看你的姥姥 姥姥特别像 姥姥也特别像 那姥姥就按这个做 姥爷就别按我这个做了 这不太像 姥爷 姥爷该气着了 人家都那么可爱 调整 还可以再调整 但我相信你的细节 眉毛的细节 头发的细节 眼神和气质的感觉 肯定是没有错 这个眉毛太形象了 然后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把它擀成片 拿到手里的时候 它现在比较硬 你直接擀的话是擀不动的 你要在手里捏一会儿 软一软 亮哥 那为啥你今天一直都在强调 这顿饭就这个场景 这顿场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我觉得吃饭的时候 老爷把我当亲孙子看 对我比小孙女还好 小孙女不吃醋吗 不吃醋 那时候她啥也不懂 后来这项女儿想学化妆师 然后正好我就是代入好了 让她学化妆 然后给她介绍资源 她胆特别小 不敢给别人画 我说来 你就给我画 然后我说你给我画好了 我说你手不抖了 你才能出去给别人画 对不对 那你练手 那我练手 然后她就给我画 手抖 我说你抖什么手不要抖 她手真的在抖 后来给我画 她说那个眉毛 就跟老爷的眉毛似的 就对 我上一校比较早 在我十七岁那个时候 人生中最有压力 所以这个姥姥姥爷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给了我这种安全感 就是这种特别简单的温馨嘛 就给你心灵上带来的这种 心里的安逸感觉 就是这两年都很少 都不是特别多 我上学的那个时候 也经常去姥姥姥爷家吃饭 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工作忙 老爷疼你是吧 特别疼 我那时候就记得我吃一碗饭 我姥姥就觉得我吃的特别少 是吧 对 我看你现在也挺瘦的 那时候胃的可胖了呢 你多重 一百八 你肉都长哪儿了 一百八 那时候哪地儿都长肉 南姐 你现在多重 我现在大概九十六 那你巅峰的时候呢 一百一十八 生小孩的时候是吗 没有 对 我生小孩的时候 都没有赶上我高中时期的体重 我高中时期真是个奇女子 我觉得 高中的时候最胖 我高中的时候一百一十八 我天天熬夜写卷子的时候吃泡面 每天晚上两顿 我去夜宵特别容易胖 对 每天晚上两顿泡面 吃的可高兴了 你巅峰多少 我巅峰 一百四 我就没胖过了 真好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想 我现在在做你们一家人 坐在一块吃饭的场景 我觉得 长大以后能跟家人一块 坐下来吃饭的时间是真不多 对 其实你算一算 一年有的时候我回家十天 你想想我妈今天六十 我妈七十岁的时候 我回家才一百天 算你了 以前不是有一个倒计时表吗 就是说我们能够陪伴父母的时间 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有多少 所以有的时候 总是觉得咱们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可其实对于老人来说 就是时间过得很快 而且我自己感觉 你看像我为什么每次工作 我都特别希望说 当天晚上就能回去这种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想说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能他头天晚上睡觉 无所谓睡觉的时候我不在 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能陪他吃一顿早饭 我就觉得孩子应该也会很高兴 爷爷平时跟你聊天多吗 多 多 爷爷愿意跟我聊天 聊什么呢 喝点 也太景象了 这太真实了 我做好了 挺好看的这个 除了没有脖子以外都挺不错的 怎么办 小女孩会不会生我的气 不会 不是 我觉得我给老爷做成了一个嘎了 你不是让我干个被子吗 你不是让我干个被子吗 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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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放胳膊了 两个就可以放胳膊了是吧 对 来看看沸沸的姥姥 沸沸的这个 姥姥这个穿的是 我觉得 小克力的外套 我觉得单纯的一个粉色的一个小毛衫 有点单调 我给他加了点格子 格子 挺好看的 我还给姥姥加了个腮红 你看红磕磕的表面吗 好看 姥姥腮红好看 好看 老师你帮我把这个桌子强化一下之后 我就 这是我 挺像的 流了流气的当年小样 这样 那这样老师 我先给姥姥把蛋糕先选了 然后您在这儿先帮帮忙 帮我们把这个表面框里面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设计蛋糕的老师在吗 在吗 快请坐 谢谢梁老师 你好 这里有一些蛋糕图册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是蛋糕手工 你可以设计处送给姥姥姥的 独一无二的蛋糕 我们是奶油的蛋糕还是什么的蛋糕 是豆奶油的蛋糕 有没有那种无糖的 因为全家人吃姥姥姥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大姨呢 就是有糖尿病 所以说就不能吃太甜的 可以可以可以 给你做成木糖醋 像这几款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子上面写简单的画的 上面可以写一些字 或者是画一个姥姥的肖像之类的 我觉得姥姥姥在我心中 永远都特别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因为他们总是跟我特别多的温暖 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的温馨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蛋糕 这边放点这个芯 这样浅粉色带点那个红芯 祝姥姥姥健康长寿 这样的一个祈福的一个 就是双手祈福保佑姥姥姥姥能够健康长寿 就是你小的时候他们是守护你的人 对 现在你是守护他们的人 对 那我什么时候能拿到呢 明天一上午我就能给你拿 那太好了 那我去让后卫师准备了 好嘞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再见 拜拜 中工一下 明天费费你就负责 我过来拿蛋糕跟那个手工制品 对 还要做红烧鲤鱼 那我顺道把菜东西都买齐带过去吧 好 对 因为正好我在这边可能方便一点 然后买完就一块带过去 不愧是大连的地址给你鼓掌 这是棒棒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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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正好 我们就往 往往点赶了 我们就分开出发吧 走 好 我们这一天其实挺充实的 算是做了万全准备了吧 对 算是 菜 做了一遍 而且你应该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目前是已经有心里有底了 有信心 对吧 明天可能会更好一些 礼物你咱们也准备了 准备了 这几样惊喜我都挺期待的 你设想过说你 见到姥姥姥爷的那个时候 会是什么样吗 我不敢设想 就是我脑子里一闪现当年的那个画面 我就情绪控制不住 所以我不敢去想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就是心里的感觉挺复杂的 好 哇 上面那个字是不是以前的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这个国旗肯定是一直屹立在这儿的 中间那个字还是后上来的 那边还是这边好几条路 我真的太多年了 我的那个印象就跟照片一样 闪过 真的不是那边盖了太多的楼 我这想不起来了 不是 等我 你向我撑一撑 我撑一撑 我现在活活血 末少神经先活跃一下 看能不能传达到脑细胞是吗 这个好像有以前跟老爷 经常这样在这儿画 这看起来是有年头了 来吧 原来经常看老爷在那边看他们下棋 对 我这还在呢 这个 太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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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完全找回 我17岁那个时候的回忆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缺了点什么 可突然间 唱歌的大爷一唱起歌的时候 我感觉 我所有的记忆全部爆发了 这个公园刚开始来的时候是黑白色的 歌声一响起 慢慢地变回彩色了 我的印象是从这儿 就前面这条路吗 从这儿下去 从这儿下去 应该是这边 因为两边都是房子 两边都是房子 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 你相信我 肯定是 肯定是这个方向 沈南 你现在看到的我 就曾经在这条路不停地走过 就是这条路 那个石杂店 我 当年复习的时候 然后呢 我的同学是在大连 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 家里电话呢 又不好意思打 因为他拉回大连的钱嘛 是 那个石杂店好像门口 摆出来一个那个 固化机 固化机 我老在那个石杂店 对 在那打电话 我当年复习的时候 可能就是 也是在目前的这个 这个气候里 所以不管是这个气候 温度味道 高考之前 就是这个时候 对 不管是味道 气候天气 一切的一切都是对的 是在这边好像是 大一家 大一家是在这边 不对 大一家是在 确定 那就走吧 走 走 看看 我记得是三楼 应该是三楼 对 你在 你在 对 你站一下 感觉一下 你帮我拿一下 我自己感觉一下 你感觉感觉 你感觉感觉 哪条是你回家的路 是这儿 对 那 上吧 三楼 这个还是以前的男的 但是刷过油漆了 然后这个比我 比我原来想象之后 要感觉很清楚 你 你好 是 你好 是 你好 是李一家吗 李一家 李一 他不是 我这我我这我后面 那那李仪是搬走了吗 后来那东山那个公寓地方 东山公寓 多少号楼 就是就是广场 过去里面有个东山公寓 东山公寓 四十一号楼 四十一号楼 从后面 我这我才以后来碰到他 叔叔 在我东山公寓四十一号楼 叔叔我有个请求 因为我之前呢 在李仪家住过两个月 在这边复习 然后呢我对这个房子呢 特别的有感情 我可不可以就是 进来看一眼 开门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 我以为我没有联系上大姨 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 我原来那个书桌 再也看不到我原来 属于我自己的一个 回忆的小屋里 后来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的房东还真的让我 进来看了一眼 我进到屋子里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我经历了太多了 这么多年过来之后 你再像时空穿梭 再回到你坐着那个地方 我仿佛我还是 十八年前坐在那里 那边坐在那里 我当时钢琴就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学习 学法 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桌 这边是一个书桌 然后我床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次变得很实力 哎 东西都没了 叔叔啊 在这个地方住 不仅幸运 而且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祝您身体健康 那不好意思 大家有种打扰您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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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您给保留得这么好 好 好 走吧 目标了 咱们赶紧去东山公寓再看看 然后喝到中午了 我觉得到时候姥姥姥也不能等摊摆 给他们做个饭出去 请问您知道 东山公寓在哪儿吗 那个就是 这个就那个牌子旁边那个 这是东山公寓 对 对 对 就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新小区 一旦远 一旦远 三楼 这回不能错了 这回肯定不能错了 不知道大姨在不在家 这还有个燕子窝 燕环朝 看到没有 都是好兆头 我觉得一定不会错 是吧 走吧 我不知道是哪家 你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是不是应该好 大喊一声大音 对 阿哥都敲一下吧 好 怎么事 请问您姓李吗 内舞 内舞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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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地图了 好尴尬还是 不尴尬 那就是这个 就是他 就是他 大一的声 你好 你家快递 谢谢 哎呀 亮亮 想我不 想 我怎么想呢 你别这样啊 你这样我就难受了 就是 我介绍一下 大姨好 大姨好 杏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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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浙江卫视熟悉的味道 然后这次 专程带亮亮的一块来拜访您 大姨也没有变这些年 我以为在我脑海中 她可能老了 两兵斑白了 可是大姨还是那样的一个 文文儒雅 大家闺修的感觉 让你觉得很有修养 而且比我前些年看大姨的感觉 更加的 不一样了 大姨 大姨我当年复习的时候 要这么大的家 我跟你说我绝对了 我更厉害了 大姨 大姨 给你准备了点礼物 这个是那个 里面那个西洋参 然后你不是糖尿病吗 我觉得现在岁数大一点 怕你家里调血压的 哎呀 找您家真难哪 是吗 但是在那个原来那个家里 那个我那个复习的小屋里 所有的画面历历在目 大姨还有那时候 就是跟亮在一块的照片啊 什么的 有 真的吗 当着这么贵的东西也保存了 拿给你看 大姨还这么年轻 我看 知道什么原因吗 你要说我年轻 什么原因 为什么您这么年轻 靠点水蛋 哎 承诺他这一天承诺得太久 所以 他可能等了我十八年吧 你看你小时候 可能是随口一句话 大姨都记得到现在 哎呀 这是老爷 姥姥 好 这不就是楼下那个小院吗 你刚刚说 对啊 就小院啊 这是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地方 是 其实是 大姨 大姨这是 大姨 你看 你看这是根本我昨天那个 准备的礼物像不像 像不像 你自己看像不像 大姨你咋给我偷摸照 这么多照片呢 照得不够我 我真的是想赏 嗯 记得还有这个 没有什么送给我的礼物 你看看 我都保存着 很珍贵 他考上背影以后 回来看我 来报喜 很珍贵 412009 我们今天这次是陪亮亮过来寻找 她以前在这儿生活过 学习过的这个回忆 跟着亮亮一块儿去了 以前您住的那个老房子 然后里面东西也都搬空了 那么现在就上那个钢琴了 大姨 那我斗胆献丑了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原来的那个 你有乐感 没问题 好久没摸琴了 是 去吧 只要去那边 又去那边 再去那边 是这个味道吗 还是这家老钢琴 记忆特别深刻 我们这次来 亮亮也想说 今天是姥姥姥爷的生日 对吧 然后亮亮想给姥爷一个惊喜 是不是你 就精神各方面都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一点不糊涂 就是现在不能死的 谁是姥姥不能自己爱的 脑西吹 好了 我父亲能走一走 能认出我吗 能 因为他也常看你电视机 嗨 南哥 礼物拿到了没 东西都拿到了 我现在在前往瓦房店的路上 你们在哪呢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跟大姨会合了 好嘞好嘞 我知道 那我就让师父开过去 然后稍等我一会儿就到 帮我谢谢你 帮我谢谢你 辛苦你 好嘞 然后亮亮说谢谢你 不用谢 一会儿见 好嘞 一会儿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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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啊 慢一点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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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几楼啊 在一楼啊 就在一楼 小时候去 一辈 参门 看你来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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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漂亮 老爷 你慢点 老爷 老爷 走呀 你好 哎 不必知道吗 来 不必知道吗 老爷你坐你坐你坐 老爷你这 给你个惊喜 我看过你 你知道我多想念 十八年了吧 我这来的时候啊 我这一直特别期待 我给你看看你 这身作品真挺好的 老龙呢 老龙在屋里啊 老龙 她坏了 是吗 你看 来 老人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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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不要急 不要急 没事啊 谁来了 老二 老二 你看我是谁 王雨凡 谁 王雨凡 王雨凡 你再好好看看 你看看她是谁 不想能量吗 什么 老 不像 不像了 不是瘦了还是怎么了 老 瘦了 瘦了 没有 我是减肥了 是减肥的 没有 哎呀 还这么年轻啊 这头发是自己染的吗 还是就是 就是 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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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这么多年也没来看你们 哎呀 哎呀 没让我 还不及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病了 没让我说 说你躺下了 就没跟你说 那么忙 嗯 嗯 他说老头子还行 哎呀 我跟你说 老爷在我心中 我跟你说 永远不会老 就是 就老头 年轻可爱 是不是 老爷 记不记得 你俩爱吃什么 爱吃肥肠 哦 记得你爱吃肥肠 肥肠 然后红烧鱼 你给我做鱼吃 嗯 老爷 我现在 我给你做吧 我给你做条红烧鱼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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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昨天我捏的那个 红玉小女孩 是不是 对 就是我 就是你啊 哎 你跟亮亮的时间多是吗 我听说是因为 你自己想 做化妆这一块 对 也是亮哥 给我带入行 你怎么就想着 做这行了 就是 也是喜欢吧 然后当时就想到 你亮哥了 对 想到那个以前 跟你争宠的大哥哥 亮亮的消息啊 情况什么 跟家里边人都说一说 嗯 对 那亮亮刚才说你了 没告诉他 家里去 确实没告诉他 他挺忙的 他问那时候 我们都说挺好挺好 做红烧鲤鱼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放那个 海天的草菇老抽 可以了是吗 没谁了 谢谢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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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看您的味儿像不像啊 闻闻 行不行 有 老爷儿 老爷儿 鱼来了 您看我做的这条鱼 走了 怎么着 你做过呢 我做的 亮亮要亲自 让你尝一尝 她做的鱼 你们俩做的鱼 老爷儿 我记得当年 您特别爱吃鱼 然后那个尝一尝 先让老爷儿 您尝一尝啊 好 慢一点点 好好吃 真的好吃 假好吃啊 真的好吃 老爷儿 您牙缝怎么样 我您找一个 我牙好 牙好啊 假牙 都是假牙 假牙特别好啊 假牙特别好 老爷儿 您尝尝这个 好 遇到没好 遇到没好 真的吗 再来一口 老爷儿 味道挺鲜 老爷儿吃陶醉了 耐酥红烧鲤鱼 好吃 好吃 我去找个凳子 我找个凳子 老爷儿 您稍等我一下啊 亮亮干啥去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老爷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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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老爷儿 今天您过生日 您许个愿 老爷儿 你还记得这棵小桌子吗 幸福的小房桌 老爷儿 你看啊 你看这是谁 你 这是谁 黄头发 黄头发的是我 染的黄头发 这个呢 有脚尖头发的 姥姥 这个 我捏的像不像 老爷儿 你看 老爷儿 今天穿的衣服 也算一样 还记不记得 每天我回家里吃饭的时候 你们给我 给我准备的菜啊 老爷给我做的鱼 然后粥 还有葱蘸酱 然后呢 新鸭蛋 我最爱吃的新鸭蛋 这后面有一个 一点拍 捞 你看 幸福的生日快乐 祝一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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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还有 回家 谢谢 还有就是 我感谢家里人对我的照顾 多带救人 我做的 我告诉你 你站点上去 我现在初次刚毕业 初次啊 没事 您瞅好了找我报班吧 不用钱 要报班不要钱 这还行 先干得正好 买正好 还行 你等下来 真的 今天给我感触特别的深 就是对于老人啊 这种想念孩子 想念自己的亲人来说 这对他们来说 比任何一个生日带来的快乐 还要幸福 如果那个时候给你的机会 回到 回到以前 你会跟过去的贾乃亮 那个17岁的贾乃亮说什么 我会跟 过去的自己 亮亮不忘初心 是对的 就做 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另一方面 就是还想告诉我 月安十七岁的自己 就是说 有机会你多陪陪嫁人 别老顾着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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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欢迎登陆独家网络 投作平台优酷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及更多花式内容 感谢微博 蓝天下官网 中国蓝TV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搜狐娱乐 河黄娱乐 腾讯娱乐 新华网 光明网 中心网 网易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互黄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扎克尔 对本节目的大理事 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终极 熟悉的味道第四季 五月燃情回归 十二位嘉宾 用美食补写十二道 人生旷味 每位使者谢南 被启明 亲情加盟 看他们的故事 品自己的味道 五月十一日起 每周六晚二十二点 温暖相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